第53节纽约教育游行 停办两年后正式回归 今天的游行活动 正如12点在25节和第五大道开始 表演着沿途从第五大道向南行进 纽约市举办教育游行的目的 与其他教育游行的活动相同 是为了寻求一个没有启示的未来 让LGBTQ群体不仅可以被承认和接受 而且可以享受与其他人同能的旋律 我们勇敢地站在这里 没有沉默没有畏惧 我们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骄傲 我来参加这个游行 是因为我要展现我的态度 做我想做的事情 并决定和谁在一起 我们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喝彩 纽约骄傲大游行生保罗骄傲大游行 和马德利骄傲大游行并历成为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骄傲游行 每年都会吸引数十万参与者 和数百万观众围观 我们特地从上周赶过来参加这个游行活动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感到非常开心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之后 能让大家都有一个聚集和团结在一起的活动 是非常有必要的 它使我们坚信自己的信念 并拥有更多的力量继续前行 今年举办骄傲游行 似乎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就在上周五 最高法院在驳回了堕胎权的裁决后 大法官Clarence Thomas表示 法院还将重新考虑2015年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决 以及2003年 废除同性面犯罪法律的裁决 我们想通过参加驾傲游行 来表达对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法案的抗议 所有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 如果最高法院能推翻合法堕胎 那么她也可以推翻同性婚姻以及其他人权 游行活动固然重要 但我觉得行动起来才更有意义 比如女性可以采取罢工的方式 告诉人们失去堕胎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同性恋族群在美国的发展时中 如同多数国家 从最早被定义为罪恶 违法犯罪和疾病 到最终废除同性恋犯罪法律 可以说 其合法化的历程较为缓慢 我是每年都会来围观 今年第一年参加这个游行 我觉得应该代表全中国的这个小数群体 来给大家看到我们是什么样的样子 什么样的风采 虽然这只是一个节日 但是我每天都可以是这样一个节日 可以每天都随时随地地 很自由地在任何地方表达自我 火动现场的狂欢者 挥舞着象征全世界LGBTQ plus事情的彩虹旗 他们希望通过推动交流游行回归 来聚焦民权问题 同时让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 倾注并表达真实的自我 预见纽约综合报道 欢迎点赞并订阅 预见纽约YouTube频道 了解纽约新闻资讯 文艺信息 打卡圣地 以及城市人物纪录片